分排 我的好朋友 林君良教授 要談他這本著作所涉及的問題 他那個題目叫做 當代人文邪術如何突破武士知識型的回程 他特別還跟我打個電話 說要這個限制在人文邪術知識型 意思就是說不要談得太大 應該是去年吧 五四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倆人在半江大學的一個邪術會議裡面 也就這個問題交談過 應該說他對我的談話 談論這個問題的形式不滿意 所以當時他把我去幹了一關 他特別交代我說要談邪術 我們一起研究 不要談得太廣闊 可是我覺得這樣談啊 這個意義不大 我還是要維持我原來那個談話 讓他把爸媽一定也無所謂 我原來的談話是這樣子 我原來的談話是這樣子 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 那麼我認為經過一百年以後 我們這個五四反傳統的這樣一個邪術的傾向 應該重新駕馭的形式 就是要考慮什麼問題 我還是談這個想法 他不滿意我也沒辦法 五四的反傳統 我們可以從兩個階段來談 在五四時代 這個五四的影秀 所以要那麼強烈的反傳統 這個反傳統大家都很熟悉啊 我就不用再解釋 總而言之啊 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化 非常不滿 認為導致於中國 在現代所謂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啊 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不行啊 所以我們要唾棄這個傳統文化 當時把他歸納為這個民主跟科學 就是要用民主跟科學 來期待這個中國的傳統文化 這個問題啊 我對這個五四的這個 知識影秀的這種 學術傾向 文化傾向 原來並不反對 因為在五四時代啊 大家都急著救國啊 就是這個救國的熱切的願望啊 導致於他們對傳統文化 採取一種幾乎是前方否定的態度 應該說 在某種程度來講 這種口定傳統 是有一種策略性的考驗 當時反傳統 最厲害的人物之一就是魯信 那麼 有一些同友就跟魯信講啊 說 你這個 反傳統反而太過分了 你自己是傳統文化 啊 養大了 你也知道傳統文化的優點啊 你怎麼這樣把他批評得一人不止啊 因為魯信說 中國書都不用讀啊 讀 讀西洋書就好 不過你就講得太過分了 魯信就說啊 中國傳統文化的好處 我當然很清楚啊 可是問題是 現在的保守派 季節改革啊 在國家危難的關頭啊 還在講一些 非常保守的 這個 這個見解 我要 對這些 很穩的家裡敲打 要不然的話 大家都還是 封閉在這個 這樣的崩潰底下 就很難改革 我這樣講是一種 不得已的 如果用毛澤東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做事啊 必須 矯枉過正 矯枉過正 其實才能達到你的目的 你不矯枉啊 那你講中道的時候 大家就 不會受到震撼 要有震撼的效果 大家才會知道 這個 傳統文化 都有 改革的主義 有多大的 這樣子 嗯 聽來說他這個原則啊 我是 同意的 而且可以說 嗯 我 所以對武士 文化傳統 一直 應該說很贊成 受理想 很深啊 其實我很了解他們的用心 當時也有像周周恩這種人啊 大家只是一種策略性的 反傳統 啊最後變成是 真正的反對中國文化 他認為中國文化毫無價值 所以他後來會當漢奸 是有他的文化邏輯 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毫無價值 因為中國要 救亡啊 就必須前盤拋棄 中國文化 抗戰的時候 他所以 不想離開北京 他就認為說 中國沒有希望 離不離開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我們去看那個中國人一生的 思想的軌跡啊 現在看起來真的不想離開 他可以說是一個 中國無我 中國文化無妄念 唉 所以 他對於這個 抗戰的那種 那麼危機的狀態 會有點動一動 這是第一個階段啊 就是我對 武士新聞化知識分子 他們的那種 思想傾向 贊成 而且 同情 而且認為這是一種策略性的反轉 我當時是這樣看 就是以前是這樣看 那麼現在講到第一個階段 就是 1980年代 大陸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以後啊 就面對了一種新的環境 那麼這個新的環境啊 在大陸那邊來講 就是 產生了一種叫做 和尚的紀錄片 那台灣呢 就是台獨 那麼我認為這兩個 傾向 思想傾向 是 不是說 不是說他們有 因果關係 而是說他們有 平行 平行關係 台獨是 因為 在台灣是比 那個 和尚啊 早一點 可是和尚呢 這個文化二 一出現了以後啊 台獨派就好像拿到了一個 很好的 讀記一樣 他們就以和尚派的這個想法 來加強他們的台獨派的 論述 我先講一下和尚派 和尚派 和尚派就認為說 這個 中國的文明啊 是在 黃土高原 黃河流域產生的 他們把它叫做 黃色文明 他說 藍色文明啊 充滿了活力啊 免勝於這個 這個 黃色文明 黃色文明 是沒有希望的 改革開放出席的時候 因為 中國 因為總統關係來 你不是中國 想要這樣 而是被迫 不得不 閉關這個 30年 那麼 等到 這個改革開放 這個 大陸 開始跟西方交往 特別是 美國交往以後啊 這個 大陸的 一些支持者 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們發現 中國 比西方交往 落後太多 不要說 比較啊 就是 根本沒有趕上了幾個 因此說 顯得非常的 焦慮 悲觀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 就只能說 中國文化 確實不行 我們必須 完全 按照西方的 路之中 那麼 這個 這個論調從 80年代中期 一直到最近 都是 很重要的 主人觀點 種種的 種種的 變化 我就不加分析了 很多 著名的人物 著名的代表作 大家都很熟悉啊 那 那麼 這個 這種講法 就被 在旁邊 虎視眈眈的 台主派 馬上磨過來用 說我們台灣啊 是海洋文明啊 因為我們四面都是海洋 我們跟 中國啊 那個以 防土 大概 防禦 因為中西的 防社會也是毫無關係的 對 所以 台灣文明跟 中華文明沒有關係 對 他們的日記 這個 我們也不需要 再 展開 都會說 那麼 這種情況啊 就是從 80年代中期 一直延續到 20世紀 也就是說延續到 這個 最近 才有改變 因為 因為隨著中國 政治經濟實力的發展 那麼 中國的進步 是非常的明顯 那麼 中國的老百姓 還有 比較年輕的 大概是 90後 年齡後出生的 中國的年輕人 他看到中國現在很好 然後 這一看那些 前兩代的 所謂就是 50 60 年代 更早以前的 知識分子 他們怎麼說 我們的文化 毫無價值 就覺得非常的困惑 然後 看到美國 對於中國的打壓 他們非常的不滿 然後 看到這些 所謂的公知協的知識分子 還在講這個話 他們就是 更加氣候 所以 大概 據我的理解 從2000年以後 這一種 拜祭的 思想的 衝突 就 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 年輕世代 90後 00後 長大的人 對於前面幾代 特別是 50 60 還有更早以前 那些 就是 前面 否定中國文化價值的 VIP支持分子 就是 這個 採取批判的態度 對 這個 這個 這種 疑問傾向 我是有注意到 我們只要 到大陸 網上 或者是出版面 稍微看一下 就可以了解 這個問題 在最近 在最近 就達到 後 就是 中國的 抗擊 新冠疫情 非常成功 當然 開始是個好的 大家都成為 開始 可能 兩個禮拜 到一個月 情勢 不太很穩 大家都 就是族群蟲蟲 那麼 那一些 我們的工資派 或者 企劃派 藉此 就 大放劫持 那麼 在疫情 基本上 已經 在中國已經 控制住了 以後 剛好就出版了 《匡方日記》 那麼《匡方日記》所代表的 文化型態 就是 那種 前面 和中國文化欄 的傾向 代表 這個 這個日記運發表 也要引起 一千萬大國 討論了很多的事情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我同學跟我說 非常的惡劣 然後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才發現 慢慢的 荒荒 賴派 驅激嚇唬 現在 幾乎遭到 前面性的攻擊 那麼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當代的 中國大陸的型態是 他們已經 不承認說 中國本來不行 他們已經看到 這一次的疫情的 抗議成功了 絕對是跟中國人民 中國文化有關係的 要不然 不會這麼成功 這個時候要跟他們講說 中國文化沒有價錢 他們完全不能接受 等到 中國疫情 穩定了 然後西方的疫情 開始爆發以後 他們就 你看一下 你看西方 把我們罵得那麼慘 那 等到他們自己爆發疫情的時候 他們被我們慘太多了 你把那個西方各國的人口 跟他們那個疫情 傳播的 速度 死亡的人數 卡納的人數 來跟中國加以比價 然後 你看西方各國的人口 面積 來跟中國加以比價 你會看出那個差距太大了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英國人口是6000多萬 美國人口是3億 中國人口是14億 然後 我們 南地的人 大概 就是 即使打台灣爆發疫情 也就是 8萬多 死亡人數 也就是 4000多 不到5000 你現在在英國 看見十幾萬 他們的死亡人數 已經1萬多 1萬多了 美國是3億人 他們的打力人數 已經到 100多萬 那 他們的死亡人數 已經超過55萬 那他們到現在對疫情卡5萬 相對來講 中國政府跟中國大百姓 可以看出他們能力很強 這個時候 你還在 對中國政府跟中國大百姓 中國人要吐槽 誰會相信 所以我 最近 一直很關心疫情 不是關心疫情 是關心疫情 是關心疫情 導致的那個 對於中西 文化價值的這個 重新演講 比較這個起司 那我認為現在應該是已經塵埃落定了 就是說 中國人不會再相信 合唱派人的講 當然 台獨派這種趣事底下 他可能 就 不可能再 發揮下去 他總會 碰到很大的婚 在這種情勢底下 我們只來談 頒拜人文邪術 如何突破五次知識寫的圍塵 這個才有意義 如果文明形態的評價 有這麼180度的轉變 我們不顧及這個大欺世 只在偷 哎呀 中國文學史的寫作 以前那樣講錯了 所以那樣講才對 都在那個 具體的問題上 這個 在具體的問題上 這個 繞來繞去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 假如中國文化有它的價值 我們自然就會 對中國的人民邪術 重新檢討 放個假後 重新去觀察 同時 我們也會放個假後 重新去看待西洋文化 他們也有他們的缺點 我們也有他們的缺點 他們沒有一點 只是傳統 我們只看他的缺點 不看他的缺點 我們只看中國 我們的缺點 不看他的一點 現在我們就知道 我們一定 要看中國文化的一點 當然他缺點是有 反過來講 我們一定 不能只看西洋文化的一點 他們缺點 也許更大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才是 明年邪術的突破 對於武士之事情 眾西方親中國這種之事情 是不是微塵 不知道 至少大家都是親屋底下 都生活了幾十年了 從我開始做學術研究到現在 我今年72歲 如果說我是20歲開始正式的 比較進入中國文化研究的領域來講的話 那你說50多年了 那我一生啊 都是在武士之事前的 氣溫的包圍底下 生活的 大概20年前 我覺得這個氣溫 必須突破 我必須改變一種方式來 看待中國文化的西洋 那麽我就很努力的已經進行 20多年 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可以同意就是一種 對我來講 這個微塵 我要突破 那麽20幾年前 我就逐漸在突破 我也逐漸在 考慮什麼 要怎麼做 也寫過一些文章 這樣的 我是贊成的 我如果從這個大氣候底下 談這個文章已經結束 如何 如何突破 我去支持什麼 為什麼 這樣子 有意義的 你只從大 談到想 大了一談的話 下面是次量 那麽就 不需要這種事 如果這個方向定了以後 你看待中國文學 中國古代文學 中國古代思想 中國的歷史 你看到就不一樣 反過來 你從這個方法 來看西方什麼希臘 近代的民主科學等等 也會鼓勵 這個方向定了以後 你下面的研究 這個細節 才有意義 如果你這個方向 你沒定 你這個細節 再怎麽能力 事實上 還沒有突破那個方向 這樣的做法 我是蠻法語的 我這個講法 我相信我的好朋友 有一個人家說 一定 即使不是很不滿 也不會很滿意 不過反正 我必須講真心話 我就講這些